第415章 笔剑 此次复活 可以说水到渠成 顺理成章 纵然混沌雷霆降临 帝尊威胁 那一刻 李浩居然还有布置 难怪一开始便不慌不忙 一直在开启自己的盗脉 毫不耽搁 而力量抽离 借危机 反而复活了灵红玉 这一切都被李浩轻松化解 此刻 天空中 死气散去 而混沌雷霆 并未再次降临 只要李浩不出银月 问题不大 出了银月 还是有很大可能被发现 再次降临混沌雷霆的 他自开小天帝成功 虽然远不如现在的银月 可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能开出银月这样的世界 那就不是一般帝尊了 而是顶级帝尊了 开天帝和天帝 蕴养出来的强者极限 又不一样 开天帝者 必然会超过蕴养出来的强者 比如李浩的小天帝 此刻若是诞生生灵 最多也就修炼到日月河道层次 河道九重 那是不可能的 长河难以支撑这样的强者出现 李浩还算轻松 可天帝却是一点不轻松 打去完了 有些无奈 二猫进入你那天帝 不会有事吧 真见鬼了 我守了十万年 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呢 李浩轻声道 无妨 他其实很特殊 和我也有一些缘分 去你的吧 天帝瞬间警惕无比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带走的 除非你要挑战血帝尊 人亡 苍帝几位 一句有缘 让他瞬间大惊 李浩失笑 误会了 我说的有缘 是 他的特殊性 他不是时光之力组成 但是 他和时光其实有些关联 源于过去未来 存在于那不确定的投影空间 其中涉及到了很多复杂的东西 说到这 李浩忍不住道 战天帝 真的死了 死了 天极确定 点头 真死了 他没必要遮掩 死就是死 活就是活 他若是愿意活过来 当年自己就能活 只是他觉得这个世界没太多的东西值得留恋了 可惜 李浩感慨 按照你们的说法 当年那个空间 二猫和战天地生活的空间也许和时光有些关系 从过去的一角中截取了一些片段 却是能降临现实 简直可怕 就如我现在 将过去的自己从长河中拉出来 还能真实存在 这样的举动 我做不到 别说现在 再给我强大许多 我也做不到 很可怕 以前不懂 只是知道 是个虚幻小空间 而经接触时光 这才发现 何等的可怕 我虽死 却是将过去截取 再战天地 这样的人物 死了 太可惜了 人王他们是强 也许还要强于那位 可是这一刻 李浩觉得 论道 也许还是那位战天地更有意思 对道的感悟 简直无与伦比 这是修道者 道者 虚无缥缈 人王这些人 是人 非道者 当然 各有所长 谈不上谁好谁坏 只是 李浩更偏向于追求战天地那种 世间无我所牵挂 我自去留 长生不死 又有什么意思 十古帝尊说 红月世界 曾入侵一处大世界 直接吞噬了那位 世界之主 对方能反抗 却是选择了自我消散 世间已无值得我留恋之人 留恋之事 活下来 也是一种煎熬 这其实是一些老人所想 李浩很年轻 可心中 总有些想要跳出之意 自从老是他们战死 欲望之念 渐渐熄灭 若非还有一丝牵挂 希望复活他们 也许这一次 就不会留下那一缕时光之力 人心复杂 他其实比众人更复杂 天急听到他这么说 微微点头 那位的确很可怕 也很强大 所以 你可别动二猫的心思 不会的 他只是在长河尽头 沉沉于过去罢了 李浩笑了 他很清楚 自己在做什么 另外 我稍有疑惑 血帝尊复活他 也许是一片好心 可是 战天帝死了 复活他 徒增烦恼 有何意义呢 活着就是意义 李浩摇头 天急的话 他不认可 一只没了主人的猫 一只 失去了陪伴自己千万年主人的猫 其实最后一刻 选择和主人一起存亡 是他所乐意的 所希望的 而今 却是将对方复活 血帝尊这些人 不该如此才对 是不是战天帝 要归来了 李浩问了一句 天急却是摇头 怎么可能 当年他将自己的一切 全部消散于天帝 融入了心武 交给了人王 血帝尊他们 不会归来了 李浩一政 忽然轻声道 融入了心武 银月 诞生于心武 他愣了一下 看向天帝 难难道 难道 银月天帝的能量来源 其实属于占天帝 天急一政 半赏才道 不至于吧 只是心武天帝 随意流逝出来的能量罢了 随意流逝的能量 就能轻松开天帝 就能 铸就时光大道 时光 多特殊的道 却是诞生在了一个小世界 而战天城 截取过去片段 其实隐约已经涉及到了时光 只是心武那时候 还没这样的概念 这一刻 李浩心中浮现出一些念头 忽然轻叹一声 也许 银月就是战天帝 留下那一丝力量形成的 所以 银月之地 复活了二猫 血帝尊 也许是希望 二猫常伴占天帝左右 天急愣住了 会吗 不可能吧 他看向李浩 略有狐疑 不会是 为了想夺走二猫 故意这么说的吧 你长时光 银月之王 若是银月世界 真是战天帝死后 留下的那最后力量所化 好像二猫归你 也没问题 可是 哪有那么巧的事 战天帝 早就死了 他留下的力量 成全了人亡 成全了血帝尊 难不成 还成全了银月 李浩轻声道 别这么看我 我还没那么无耻 一方小世界 没人主动开辟 只是自然流失的力量 就能自成世界 那这个天帝 小世界就无数了 银月天帝诞生 我觉得 大概率还是和战天帝 最后遗留的一些力量有关 否则 救人王那霸道的性格 还能让心武能量外泄 天急皱眉 那是为了见尊 李浩再次摇头 见尊和万道 万道归一 吞噬还是不吞噬 其实差距不大 当然 也能这么解释 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 不一定是对的 只是觉得 血帝尊赴活二猫 太过突兀 纵然舍不得 也不该将他从战天帝身边带走 孤苦伶仃 太过自私 自私 复活他 也算自私吗 天急无语 反正他不想死 活着还是很好的 对李浩的一些说法 也不是太认同 不过仔细想来 李浩如此推测 也不是一点没道理 那这么说 银月世界诞生的能量来源 其实便是属于战天帝 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忽然道 心舞世界 分阴阳两界 阴界其实一早就出现了 只是没人发现 只有战天帝发现了 人亡 其实是战天帝 从阴界拉出来的 所以 这代表 战天帝其实早就感悟了阴阳 世界两面 那个时代 唯有战天帝发现了这一点 后来 通过一些遗留手段 造就了人亡 李浩点头 一点也不意外 他能截取过去片段 自然能分阴阳 能定生死 天帝张了张嘴 半赏才道 也对 我倒是没想过这些 说归说 还是道 那我也不管这些 二猫不属于你 你说再多 我也不会管这些 反正二猫不属于你 他又道 苍帝投影而来 你也看到了 苍帝邀请二猫去吃小鱼干 苍帝旺性虽大 可你若是带走了二猫 你可能会面临苍帝的追杀 考虑清楚了再说 李浩失笑 我怎么带走二猫了 是他自己逆游长河 回归过去 苍帝不讲道理的 天机摇头 你跟我说 没用 苍帝不讲理 若是他讲理 他就不是苍帝了 总之 二猫你要带走 也随你 自己考虑就行 一旁 林红玉不由轻声一笑 不会的 天机前辈放心 只是冒昧问一句 这苍帝到底多强 天机想翻白眼 怎么 打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干一票 想啥呢 到底多强 这么说吧 在星武 到了帝尊那个层次 几乎不再区分了 毕竟没太大意义 可帝尊 却是的确存在强弱之分 比如强大的 如天帝那种 一个打五个顶级帝尊都没难度 而人王斩了天帝 人王和苍帝 又力量共享 实力相当 而这一切 都是在当年星武最后一战的时候 而顶级帝尊 说的是至尊他们这个层次 也就是张安的爷爷他们 顶级至尊之下 其实才是我父亲他们这个层次 老牌的九皇四帝 然后 才是贱尊他们这些帝尊 之后 便是我们这一批人啊 都稍弱一些 比如我 人王后 明王剑这些人 然后 再弱一些的如淮王他们 比我还要差一筹 还有镇星城的一些帝尊 在最后 便是利福海他父亲那一代的水货帝尊了 比如他爹里无奇 还有半算不算的镇妖使 半地不地的猫术 他看向李浩 这最后一批 大概和石谷帝尊相当 而石谷帝尊 之前展露出来的 只是虚弱之后 失去红月世界大道笼罩之后的力量 他巅峰期 绝对不会这么弱 比你现在 还要强一些 换言之 哪怕此刻的李浩 也不如巅峰期的石谷 搁在星武 最弱的一批帝尊也不如 就是那个时代的半地 而苍帝这些人 处于帝尊的最巅峰 一对比 灵红欲觉得 没必要为了一只猫 和这些心武强者作对 而李浩 却是笑了 前辈何必说这些 我又没说要夺猫 何况 二猫前辈 有自己的想法 又不是物品 我想拿就拿吗 我也只是提醒 天机一脸的无所谓 心中却是安骂 不警告一下你 你真给夺走了怎么办 李浩也没继续这个话题 朝外看了一眼 又道 我沉眠阶段 没出别的变故吧 没有 灵红欲这时候 也不和他作对了 迅速道 时间太短暂 哪怕钱无量 也没任何异动 他是聪明人 除非彻底确定 你无法复活 否则 他绝对不会此刻造反 说到这 有些疑惑 钱无量执掌虚道 是你计划之中的事吗 哪有什么计划 李浩失笑 你想太多了 若是事事 都是计划 我就是无所不能的真神了 只是让他潜伏一下 则畸形是罢了 当然 若是李道衡或者正宇 真的不敌我 非要恶心我 那就有可能这么做 只是可能性的一种 更大的 可能是爆掉虚道宇宙 计划 不算是计划 只能说 是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罢了 几率其实很小 若是正宇没到那个地步 没被李道衡算计 哪有这样的可能性 他就是为了恶心李道衡的 李浩又道 钱无量不会背叛的 起码不会是现在 我说的变故 是说李道衡 李道衡 林洪玉一正 他死了 被雷霆批死了 连大道都被批断了 石谷帝尊都死了 何况李道衡 一起死了 李浩想了想 微微摇头 没那么容易死 就算大道崩断 那也只是本源大道 他还修炼了心道 否则无法吞噬正与心道之力 只是心道力量有限 所以作用不大 林洪玉一下子有些紧张起来 他还活着 那 岂不是麻烦了 活着也没关系 石力大不如前了 说到这 想到了什么 走吧 去看看他 什么 林洪玉一正 你知道他在哪 天极也有些疑惑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 那个道剑 是他 不是 李浩却是摇头 跟我来就知道了 天极也有些好奇 此刻 也不说什么 那就跟去看看 李道衡没死 一行三人 瞬间消失 迎越天地 还在持续扩张 而迎越万民 都开始为李浩的复活做准备 天地的尽头 新门附近 忽然 三道人影浮现 在众人不敢贸然接触的新门旁边 此刻 一座小院助力 安平居 星空剑上 原本存在的院子 也是之前人亡所留 建尊的住所 此刻 一人端坐小院之中 背负长剑 侧头看向李浩 露出一些淡笑 来了 仿佛早就料定 李浩会再次归来 而李浩 也好像断定 此人就在这里 李浩踏空而行 一步跨入 后方 天极和灵红玉 都是心中一惊 此人居然真的还活着 不可思议 李道横长发飞舞 身穿青色剑袍 一脸平静 坐 李浩顺势坐下 一张石桌 两人分立而坐 他也不看天极 不看灵红玉 气息不算太强 却是见义盎然 看向李浩 我就知道 你不会轻易死去 李浩也道 我也知道 你没那么容易死 李浩笑了笑 喝酒吗 你的酒不够沉 李道横取出了一坛酒 凭空浮现一个酒杯 瞬间满上 落入李浩跟前 李浩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无尽地建议在体内爆发 他默默感知着 许久 有些感慨 厉害 你物件 比我更深 十万年 是一头猪 也有一些进步 李道横倒是平静 看向李浩 只是 我也有些疑惑 你为何断定 我就在这 你得了见尊真传 如今天下 也无你可去之地 心门未开 你不来这里 还能去哪 你也知 我不会轻易死去 迟早会找到你 郑宇说你这十万年 如同老鼠 你恐怕不服 既如此 不如留在安平居好了 李道横点头 也对 除了这 我还能去哪 他笑了一声 端起酒坛 一饮而尽 一脸的不羁 带着一些狂妄 有些不屑 郑宇算什么 他自以为 自己主宰一切罢了 当然 我也不算什么 真要有能耐 也不会沦落到今日 建尊曾说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家族之中 走出建尊 是荣耀 也是负担 李道横忽然说起了 无关之事 就如张安 他天赋不好吗 他天赋不强吗 不够努力吗 其实不是 因为前人在这 越是心高气傲 反而越难走远 若是只是学 那其实天王 半帝 甚至弱小帝尊 都唾手可得 若是平庸之辈 如天极前辈这种 其实心安理得 不求第一 也能走远 天极有些不满 李道横却是不在乎 继续道 反而像我们这种 说天赋无双 偏偏又算不得 真正的绝世无双 心气高 可抵运差 说最强 又达不到强盗无极限 这种人 其实最难受 他看向李浩 我若愿只学不变 我成半帝 无任何难度 愿跟剑尊一起离去 也许也有妄帝尊 可心比天高 妄图只似不学 可又做不到融合贯通 有今日 不出意外 也算旧游自取 此话 常人难懂 李浩却是明白 点头 理解 你不理解 李浩摇头 我理解 我的师父 也是一位天赋 很强的武士 你说的这些 我其实曾经历过 完全学他 成就不低 却又想要摆脱他的影响 心气高 想要自谋出路 那就很难了 其实到了今日 我也觉得 论起武学天赋 我不算最强 好在 我师父有个优点 李浩顿了顿 笑了 他实力不强 我在实力上超越了他 打破了之前 他对我的禁锢 若是他也如贱尊 一般强大 一直被他笼罩 我想 我也会很绝望 李道衡叹息一声 点头 你这么一说 倒是也有道理 所以 张安这人 在我看来 比他兄长 妹妹天赋要更强 可又没强到 超越至尊的地步 所以 半成不救 而我 我自认李家众人 除贱尊之外 我天赋最强 可又没能超越贱尊 又不愿完全学他 心高气傲 难以超越 最终走向毁灭 也在情理之中了 像天极前辈 就很有自知之明 他不如他父亲 不如人亡他们 就老老实实 走老路 不求超越 只求模仿 也能成就 帝尊之位 天极笑了 不算错 这话 其实真没毛病 李道衡微微点头 前辈这种心态 其实就是最大的优点 若是我 我难有此等心态 西年 就在此地 贱尊告诉我 我若是能打破界限 未来无限 若是不能 一辈子都会被他笼罩 最终没什么好下场 我听在耳中 却是不服 不甘 野赌信 我能打破 说吧 摇头 事实证明 我失败了 他笑了起来 我钻了牛角尖 自以为能行 实际上 也许在贱尊眼中 都只是个笑话罢了 李浩点头 大概是吧 李道衡失笑 你很直接 拐弯抹角坐肾 李浩也笑了 不如就是不如 时代不同 其实 论起天赋 你我也许都不比前辈们差 可我们所处时代不一样 常言说 时代造就英雄 你既然没处于那个时代 你就很难感受到时代的特征 有些时候 努力 拼命 天赋 其实加起来 也不如时代的顺风车 没赶上时代 那就很难超越了 李道衡若有所思 微微点头 这算是安慰吗 也算吧 他笑了笑 又取出一坛酒 喝一杯 你虽年轻 感悟倒是不少 心态其实比我要好 李浩也不拒绝 一杯酒 再次入腹 慢慢品味着 对面 李道衡也继续喝着自己的 许久 就在林洪玉他们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李道衡开口 我想再拼一次 李浩微微一震 点头 好 我剑 无双 李道衡看向他 一字一顿 比剑 若是此次还拜 建议全部留给你 你学也好 送也好 都归你 若是我胜 他停顿了片刻 这才到 建议留给我那不成器的弟弟 算是我对他的补偿 胜也好 败也好 都是一样的结果 李浩归来 他必死 没有什么所谓的英雄相吸 不存在的 他也不是英雄 李浩 能算吗 也许吧 李浩点点头 可以 此刻的李道衡 战力并不强大 勉强算是半地 实际上还有些差距 若是真撕杀起来 只有死 不过比剑 对方沉浸剑到十万年 剑到很强 李浩的剑 未必比得上他 此时此刻 天机开口 我做个中人吧 这一战 我来监督 二位觉得如何 李道衡点头 我无意见 李浩也笑道 可以 只是瞬间 两人消失 安平居上空 瞬间浮现一片特殊虚空 两人对立 一人一剑 剑亦盎然 出剑 平平淡淡 长剑触碰 无声无息 双剑持平 各自后退 灵红玉和天机都只是看着 其实没看出太多的特殊地方 只是基础的剑招 互相接触 一触即收 一剑 两剑 三剑 渐渐的 灵红玉有些皱眉了 太平凡了 也太平淡了 双方都是出剑 一触即收 没有毁天灭地的战斗 没有斩破虚空的强悍 唯有平凡 而此刻 虚空之中 李浩再次出剑 第181剑 一剑出 宛如时光流逝 对方也出剑 一剑出 毁灭一切 双剑触碰 只是瞬间 苍穹剑颤动起来 李道横手中之剑 瞬间灰飞烟灭 一丝不留 剑无 李道横看了一眼李浩 许久 轻笑一声 时光剑 真有趣 话落 身影溃散 带着一些自嘲 其实 我早就败了 不是吗 李浩 你比人王客气一些 起码还愿 给一次机会 若是人王 我大概没有这样的机会 李浩默默地看着 再看看手中之剑 上面居然浮现出了一道胶痕 轻声道 李剑 我不如你 也无须自迁 你汲取混沌雷霆毁灭之意 若非无好剑 时光还弱 不如毁灭 否则 之前雷霆也无法击溃时光了 李道横身躯不断溃散 化为一抹抹剑意 声音依旧平静 比剑 比得不单单是剑 还有道 其实 我早就懂了 只是 我不甘心罢了 剑尊早就到了剑是行 道是本的地步 而我 其实差得还远 我还在追求行 无本 剑无道之本 修道修道 修来修去 修了个执念罢了 你其实看得比我开 你知道剑是行 行而已 既不如 就放弃 我却是执着了十万年 早早放弃 也许还有机会 可早早放弃 我又不是李道横了 性格如此 偏执一生 说到这 声音带着笑意 其实 死在你手 并非我所愿 我这十万年 唯一的梦想 就是真正接下剑尊一剑 我想过 我会被剑尊所杀 我杀李家全族 便是为了等待这一日 李道横声音有些冷力 剑尊虽叫我剑意 却是不愿对我出剑 我想 接他一剑 纵死也无憾 他既不愿 那我就等他对我出剑 李浩微微皱眉 剑尊的剑 若是对准了自己人 那就不是剑尊了 你果然偏执的厉害 也许吧 李道横笑声传荡 不用再告诉李道宗 我又死了一次 反正之前就死了 再说一次 也无意义 好 李浩点头 面前 身影已经彻底消散 只留下一抹剑尹 宛如雷霆 这一刻 天极也好 林红玉也好 都有些意外 林红玉迅速浮空 看向那一道剑尹 再看看李浩 有些警惕 他 是不是再次假死 混沌雷霆 居然没能剿灭他 关键是 知道李浩还能复活 对方就在这等着 而且 两人之间 只是简单交手了一下 也没太多的大招 李道横就死了 是不是还有阴谋 没有假死 真死了 李浩叹息一声 忽然摇头 这家伙 太骄傲 太偏执 也太狠 太狠 杀了李家人吗 就在此刻 李浩那长河世界 忽然浮现 林红玉定睛一看 微微一震 那长河世界中 此刻 遍布雷霆 宛如混沌雷霆 他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 刚当他最后一剑留下的 李浩身体渐渐有些溃散 很快恢复 长河之中 毁灭雷霆被李浩迅速包裹 压制在了长河深处 一旁 天极也是惊叹 这家伙 剑意真强 居然渗透了你的那天地 我差点看走眼了 李浩点头 他学剑尊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极致 只是自己太过偏执 不愿意宁长生剑意 混沌雷霆出现 他便想着 以混沌雷霆为核心 和我以时光为核心一样的道理 只是 这玩意伤人伤己 若是第十道雷霆降临之前 他宁剑长生 也许还有希望和我一战的 说吧 看向林鸿玉 多解释了一句 第十道雷霆 是他孤注一掷 以肉身剑骨为燃料 点燃他的剑意 崩断本源大道为代价 凝聚了混沌雷霆剑 刚刚第181剑 我以时光对雷霆 若非他实力受损严重 这一剑 时光不如雷霆 林鸿玉不管这个 只是凝重道 这雷霆混入长河天地 对你有影响吗 至于其他的 他才懒得管理倒横 到底要做什么 最后不还是死了吗 有一点 李浩点头 看向天空 我原本走出银月 五成可能引出混沌雷霆 被他一折腾 最少九成了 好像也没太大区别 当然 危险好像更大了 但是李浩都度过两次了 林鸿玉觉得 第三次应该也没问题 这就好 他又看向一旁 对方死去之时留下的剑意 这个怎么处理 没了混沌雷霆 只是长生剑意的一散状态 完全领悟 帝尊有望 算是中正平和 没有他夹杂的偏执和雷霆 他最后一剑剩了我 便按照他的条件 送给九十掌罢 林鸿玉稍显担忧 那 无妨 李浩摇头 一手抓过剑意 果然是中正平和无比 其实内部蕴含无数剑意 而且条理分明 合一之下 也许就是真正的长生剑 可惜 李道衡不愿意完全走剑尊的路 否则 当然 李浩也不觉得可惜 心高气傲的人 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只是 有人失败了 有人成功了 也正因为有这股心气 才有后来者超越前人的案例 否则 都只能啃老了 这时候 天机也漂浮上来 有些感慨 这家伙 我要是他 就藏起来 或者冒险一下 能否走出新门 就这么 在这等着你 也是命中该死了 李浩笑了 也没说什么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李道衡知道自己复活希望很大 躲起来 其实意义不大 一旦被李浩抓住 那更无言 而今 起码还有机会 和李浩比剑一次 实际上 单纯建议 对方赢了 林洪玉还是有些疑神疑鬼 实在是被这些家伙弄怕了 要不回去查查九师掌和道剑 甚至 甚至红师叔 我觉得 也该查一查 起码避免一下对方夺赦 或者侵占肉身 这里道衡 被混沌雷霆批了十次都没死 还能和李浩再次交手 他是真觉得 对方还有可能复活 李浩摇头 真死了 谁说得准呢 林洪玉刚想说 李浩摇头道 真死了 若是这一次 还不死 他也不值得 我去在意了 一位剑客 走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满足了他的剑道切磋愿望 连自己凝聚的混沌建议都放弃了 那这样的李道衡 放弃了自我 活着和死了 其实就没区别了 林洪玉似懂非懂 李浩笑了 简单来说 就是根 道根 大道必有缘 你若是连道之根 道之源 都去放弃了 你做人也就没了意义 就如你 你的道源 其实不是生死 不是混沌 是你心中最原始的愿望和欲望 你若是连这个都没了 你就不是林洪玉了 纵然活着 也是死了 最原始的愿望 林洪玉思索了起来 我最原始的愿望是什么 他还没开口 李浩就道 我不知道 你自己也许也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 也是一种幸福 李道衡知道 所以很痛苦 天极前辈也知道 但是活得就很舒服 天极前辈的道源 就是万事不容 吃好喝好 长生不死 这种道源道根 其实很简单 也很幸福 一旁 天极又想翻白眼 说我干嘛 老夫何等人眼 这小子 现在倒是猖狂了 若是我本尊在这 真想一拳头打死你 说得好听 什么万事不饶 拐弯抹脚 说我贪生怕死 林洪玉还在思考 李浩看了一眼安平居 没去管他了 看了一眼这院子 感慨道 李家一卖 如今只有九十掌了 李道衡故意放了他一马 否则 他真断情决性 第一时间 应该杀了九十掌 你是说他心辞手软了 林洪玉又道 他可一点不心辞手软 那是个恶人 看李浩的样子 还觉得对方手软了不成 李浩再次摇头 不是说他心辞手软了 也不是说他是好人 只是说 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还怎么能赢 他自己都不相信 杀光了李家人 就真的可以如何 既然如此 还杀李家人做什么 夺此一局 要不不做 要做 那就做绝 做得犹犹豫豫 何苦呢 从一开始 他就注定会失败的 这话一出 天极都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此刻 他都有些忍不住去想 这小子 骨子里是真的狠毒 换成他是李道衡 也许早在十万年前 就将银月屠炉一空了 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其实听得他汗毛都竖起了 李浩说得轻松 林洪玉 其实没听出其中深意 倒是天极 毕竟人老成精 还是听出了一些东西 骨子里都有些发寒的感觉 这小子 看起来思思文文 做事也是不慌不忙 说话 也很少说得杂杂乎乎 狠话其实也放得很少 可咬人的狗不叫 李浩就是那种人 先前觉得 李浩有些像占天帝 一瞬间 他知道 自己错了 占天帝 骨子里不狠 李浩 恰恰相反 走吧 李浩朝下方看去 没看到顶心门 一边顿空 一边笑道 全民祈福 也不能 让大家白费一片心意 刚好 借机做点什么 比如看看能否复活我老师他们 如此一来欠一些勤奋 也觉得值得 可以吗 林红玉一愣 真的能行 以前不行 现在试试吧 以前难寻 现在 逆转时光试试 虽然过去很久了 可只要抓住一些痕迹 也许就可以了 李浩有些唏嘘 有些感慨 他们 沉眠太久了 希望他们都能回归 有二猫前辈在过去的镜头 帮我镇压时光长河 我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否则 天地脆弱 还有些麻烦 天极翻白眼了 草 你忽悠二猫 进入时光长河镜头 不会又是提前算计吧 就是为了让对方 帮你镇压时光 若是如此 只能说 这孙子心眼真坏 二猫到底什么实力 天极都不好说 起码从当年最后一战来看 二猫画剑 一剑伤了天地 那天地是何等人物 一拳都能打死 寻常帝尊的存在 二猫能画剑伤他 虽然是占天地主导 二猫本身实力 也绝对不弱了 此刻 有他坐镇长河 镇压过去 的确非同反响 李浩要复活他老师 需要逆转时光 从过去中 抓住一些蛛丝马迹 有二猫在 的确难度大减 越想 越是觉得 需要离他远一点 下一刻 天极开口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下次再会 前辈 二猫前辈还在 天极已经瞬间消失 声音传来 反正现在不着急 我回去休息一下 受伤太重 下次再会 心中却是说着 再也不会 这李浩 真他们让人心急 李浩哑然失笑 林红玉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位前辈 真是有趣 有趣吗 李浩也笑了 不是有趣 是真的怕死啊 堂堂帝尊 还有这种人 真是 活该你活得长久 能成帝尊 也算是走出自己的特色了 第416章 一言而诀 中央大陆 万民其愿 李浩陨落 向死而生 祈愿可让李浩复活 对于银月人而言 几乎没人 不希望李浩复活 有那位在 总觉得底气十足 李浩一死 银月怎么办 那滔天的雷霆 疯狂扩张的世界 四处丛生的妖兽 银月人信不过其他人 无他 李浩崛起之前 天心处于封建黑暗数百年 也没人能逆转乾坤 9四也好 银月武士也好 到头来 不还是原样 等到李浩崛起 三下五除二 什么九四皇室 三大组织 九十九杭省 七大神山 古老遗迹 新武残留 通通都被扫进了垃圾堆 无敌的存在 所以 这一日 得知李浩战死 万民心颤 好在知道可以复活 又安心了许多 可此刻 还是无数人担心 担心复活失败 也担心 李浩一死 那些骄兵汉将 是否会造反 历代王朝 皆是如此 霸主倒崩 下面人 很快就会乱起来 天星成 人心稍有惶恐 总督服 红一堂 钱无量众人齐聚 此刻 正在商量 如何核道 和双道宇宙 尝试点燃时光星辰 给李浩复苏契机 当然 时光星辰 好像彻底寂灭了 被混沌雷霆劈碎了 能否再次点燃 也是不确定的事 而就在中间商量着 如何迅速完成前奏 复苏李浩的时候 大殿中 无声无息 一道人影浮现 一开始 还无人在意 唯独一只无精打采的黑豹 忽然扭头 本来趴在一旁的他 忽然朝这边看来 下一刻 狗眼中满是震动和欣喜 李浩 并未选择隐藏起来 去观察什么 对他而言 并不需要如此 哪怕此次陨落 其实也只是眼不见心不凡 希望能够 沉眠一段时日 给自己一个安静 结果 灵红玉早早复活了他 至于钱无量这些人 是否会反叛 他其实不在乎 既然不在乎 又是横扫天下之力 何必隐藏起来 没那个必要 忘 黑豹身影一窜 瞬间浮现 他一动 正在商量的众人 纷纷侧头 下一刻 纷纷呆滞 有人惊恐 有人欣喜 有人不敢置信 惊恐 是这一刻 怀疑这人是不是李浩 他死了 怎么会又出现在这 复苏计划 还没开始呢 钱无量也是眼神一变 下一刻 脸上浮现出 无边的喜色 侯爷回来了 他迅速跳起 急忙上前 大喜过望 侯爷复活了 此刻 其他人才陆续回神 直到看到 后面追来的灵红玉 这才缓了口气 一个个的有些呆滞 红衣堂 也是一脸疑惑 上下打量了一下李浩 这 真是李浩吗 大家亲眼看到 他被雷霆劈死的 虽然他有 起死回生之能 可是 大家还没准备好复活他呢 李浩微微点头 笑了笑 数个小时罢了 诸位好像不认识我了 赵署长也迅速上前 看了一眼李浩 又看了看林红玉 一度怀疑 是不是林红玉 在拿找的替代品 用李浩 来稳固地位 可真当他看到李浩 上下打量一番 虽然没什么气势可言 可一瞬间 他便知晓 这是李浩 其实 前五亮第一时间确定了 这是李浩 那种一出现 就给自己带来了压迫感 甚至窒息感的感觉 除了李浩 天极都无法给他带来 李浩视线看来 他甚至有些惶恐不安 感觉大难临头 他的确没想过要背叛 可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小心思 若是无法复活李浩 反正 老子肯定不会臣服林红玉的 就这样隐藏在心底的心思 从未素质于口 此刻 看到李浩的刹那 好像被李浩看得一清二楚一般 他知道 也许只是自己胡思乱想了 可事实就是 他真的很慌 哪怕成为虚道之主 和道六众巅峰 天王巅峰的战里 他也有些惶恐不安 恭喜侯燕 赵署长也迅速开口 眼中的一些不安消散 他是真担心 李浩无法复活 那迟早少不得出现一些问题 双道之主的争锋 银月武师和外人的争锋 银月人和心武人的争锋 没有李浩来压制 谁来也不行 此刻 李浩复活 他顿时安心了许多 李浩再次露出笑容 辛苦诸位了 他迈不上前 没有丝毫的急迫 走得从容 静止走向上方宝座 都坐 众人纷纷坐下 一个个的 都有些好奇 有些吐气扬眉之感 之前的一些阴霾 瞬间消散一空 之前有些剑拔弩张的感觉 也转瞬间消失一空 李浩扫了一眼 少了不少人 心武人几乎一个不在 看样子 是灵红玉的决定 他也没说什么 当然 也不想解释第二次 这一刻 虚空凝固 李浩探手一抓 天地好像裂开 一瞬间 众人面前 好像浮现出一座宫殿 大骊王宫 李浩只手遮天 仿佛镜中取物 巨大的手掌 瞬间落在大骊王宫之上 声音传荡 勿要反抗 大骊王宫中 此刻人不守 心武人 几乎都在这边 张安脸色巨变 刚要出手 忽然听到声音传来 眼神微动 放弃了抵挡 大骊王脸色 更是瞬间变换 一拳就打了出去 挡都挡不住 女王也是瞬间化为 一道月光 就要顿头 可这一瞬间 天下万物 瞬间落入手掌 那拳头也好 那月光也好 都在瞬间落入掌中 众人 只觉得眼前一黑 好像跨过了空间 瞬息千万里 眨眼间 大骊王宫内的珠墙 纷纷消失 下一刻 一群人浮现在大殿之中 众人呆滞无比 张安眼神微动 看向李浩 有些唏嘘 恭喜 可怕 这一刻 他甚至觉得 眼前的李浩 已是帝尊 他 成帝了 大骊王的拳头 还保持出拳的状态 看到李浩的瞬间 呆滞得不敢置信 你 你不是死了吗 又活了 大骊王无言以对 卧槽 什么情况 不是说 复活很难吗 大家才飞到大骊王宫不久 你就活了 你还是人吗 合着 十股帝尊 他们都白死了呗 女王倒是识去得很 一言不发 只是眼珠子转动了一下 四处打量一番 好像在看逃离之路 这忽然 被李浩抓来 隔着千山万水 女王只觉得 眼前这个家伙 比任何时候都要可怕了 丝毫没有怀疑 李浩是假的 绝对的真人 这家伙要是假的 那也模仿得太真了 看人不需要看什么气息 看什么实力 看看对方的眼睛 听听语气 就足够了 有些人 不需要用气息去判断什么 而大骊王一正之下 又看向四周 这是 天心 天心城 总督府 李浩开口说了一句 一挥手 又出现很多椅子 都坐下吧 张安也不多说 找了个空椅子坐了下来 其他人 有人还想说话 见他如此 都很安静地坐了下来 银月内部的危机 暂时解决了 至于我复活 没必要大惊小怪 毕竟我多少掌握一些时光的力量 轻易死不了 银月世界 如今正在晋级 全民都受益 不管是心舞也好 还是银月也罢 都有好处 并非一人受益 复活 没必要大惊小怪 开玩笑 你之前复活 只是瞬间死亡 瞬间复活 可这一次 你是被混沌雷霆 直接劈成了飞灰 时光星辰 都没了好吧 这也能复活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你现在百分百 没有借未来之力 你居然一抓之下 将这些人 从千万里之外的大骊 抓到了这边 大骊王 这位天王强者 一拳下去 连波浪都没起 你这叫什么 其他人不好说 还是大骊王干脆 你又紧急了 李浩笑了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 大骊王追根问底 你 你居然隔着这么远 随意把我们抓来了 你是不是正到城地了 差一点 差一点吗 为何觉得 半地都没你厉害 你这叫差一点 大骊王虽然还想再问 可见大家都盯着他 还是有些无语 不再询问 只是诱到 那你抓他们够了 抓本王做什么 我又不是你的臣子 顺便 李浩笑了起来 你是主人 不把你一起带来 你还以为大家不辞而别呢 操 什么话 李浩也不继续打去他 又道 既然现在大家误以为我死了 需要复活 也不能浪费了大家的一片心意 我想复活一些人 众人心中一宁 音乐武师们都有些激动 是说 袁硕他们 北拳自从无边城一战后 一直眼神凶利得很 远不如当初和睦 此刻 忽然眼中凶芒消散了一瞬 复活谁 李浩看向他 正如你所想 北拳眼神瞬间雪亮 可以吗 不确定 北拳稍有黯然 很快 再次激发热情 你可以的 一定可以 你被混沌雷杰劈死 都能复活 他们也行 而此刻 红一堂众人 也纷纷凝神静气 复活袁硕他们吗 真的可以 说实话 自从那些人战死 音乐武师好像失去了活力 做事都是闷不吭声 很少再有什么欢声笑语 骂人的没了 比如南拳 咳嗽的没了 比如侯潇尘 吹牛的没了 比如袁硕 冷脸的也没了 比如 人人荡成战力标杆的金枪 没人再说 三十六雄 三十五废了 也没人再说 我家部长 无所不能了 侯潇尘终究没能取玉罗莎 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姚四也走了 没人再说 有他的时候 音乐武师还没出声 这一切的一切 都让天心高层的气氛变了 可今日 当李昊说 要尝试复活他们 这一刻 一位为音乐武师 都目入激动之色 而钱无量这些人 也微微吐了口气 其实 一些人早就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 当日 也许该救下那些人 尤其是袁硕 虽然很难很难 几乎没办法 可是 自从袁硕死后 跟着李昊 真的是有些心惊胆战 以前的李昊 完全没有现在的高冷 漠然 冷酷 哪怕笑的虚伪 其实也带着几分真心 现在的笑 好像只是纯粹的表情管理 压根感受不到丝毫热度 唯有无尽的寒冷 那时候的李昊 会笑着 和男权斗趣 会笑着对玉罗差几眉弄眼 会时不时地刺激一下侯潇晨 会在袁硕面前露出几分孩子气 会对姚四破口大骂 那时候的他 才是真正的年轻人 可如今 他依旧还是他 却又不是他了 早至今日 钱无量想着 当初就是冒死 也得拉一个回来 拉不回来袁硕 还不能救一下男权 男权在 那家伙脸皮后 和李昊又混得熟 混不吝的性格 哪怕袁硕死了 男权也能顶住李昊的冷脸 其他人都差了一筹 红一堂可以 关键是 红一堂这人 有时候比李昊都沉默 指望他还不如不指望 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着李昊 李昊开口道 想复活他们 有几个难点 第一 他们的本命星辰 最强大的 一定都破碎了 需要确定 他们是否还有一些弱小的留下 第二 星辰太多 整个大道宇宙 星辰无数 亿万之数 没开启的太多太多 如何锁定他们的星辰 这是关键 第三 纵然找到了一些星辰 也确实属于他们 可没开启的星辰 能否让人复活 我未曾试过 神灵复活 那是星辰开启 才能复活 这个简单 第四 李昊顿了顿 看向众人 此次必须要动用时光之力 很可能会引发混沌雷霆再次出现 若是雷霆浮现 我坚持复苏 两位大道之主 可能会被批死 钱无量一脸坚定 当然是复苏为主 真被批死 未来 也有机会再次复苏 众人看向他 你认真的 李昊笑了 无量真是妙人 这是夸奖 还是讽刺 钱无量一时间也难判断 不过 我表态还是够意思的 不管了 李昊笑道 那就这样吧 无量没意见就行 真引发了混沌雷霆 无量已虚到宇宙 封锁音乐 先称一会 钱无量暗骂一声 又是我 我就知道 早知道 我刚刚不开口了 真是 就那雷霆 我真遇到了 岂不是被一雷劈死 李昊又道 另外 十道宇宙找不到 我就去虚道宇宙去找 但是之前破碎了许多虚道星辰 也许找不到了 希望不大 所以关键还是十道宇宙 简单说了几句 他看向林鸿玉 你继续去主持万民祈愿 让所有人激发盗卖 盗卖激发 我就可以剔除掉一部分 通过联系 将一些没开启的星辰 也进行归类 剩下的 应该就是死人留下的星辰了 李昊又道 当然 一定会剩下很多 也难寻找 可能需要长时间去做这件事 总之 诸位辛苦一些时间 义不容辞 众人纷纷开口 大骊王见状 和自己关系不大 就要开口说离开 李昊忽然看向他 大骊王 在 在这 干嘛 他差点顺口回了一句 显得自己太低位了 马上接了一句 我可是大骊王 李昊笑了 此次需要你帮点忙 什么 大骊王疑惑 跟我有啥关系 你气血最为旺盛 哪怕我 气血其实也不如你 你修出武一道 借我一些气血之力 重塑肉身 李昊解释道 若是真能复活 当为他们奠定强者之机 你的气血 还吞了一味顶级触武的骸骨 你借我一些气血之力就行了 大骊王有些无语 要多少 全部 操 大骊王瞬间警惕 干嘛 你要杀我 全部 李昊点头 全部 你想杀了我 不是 李昊摇头 是救你 你之前召唤未来 虽然没有召唤出来 只是召唤出了霸天帝 或者铁帝尊之力 但是 还是沾染了一些因果 此刻 你换血重生 反正你也无未来 也许还能避开这些因果 那 我不是废了 大骊王严重警惕 为何感觉你在骗我 之前帮你一次 你好处都没给呢 李昊摇头 怎么会废 也是帮你梳理你的身体 你乱吃一通 七吃八吃 其实气血很杂 提升得太快了 对你而言 不是好事 这话说的 我还有你快 大骊王觉得不可信 却是又觉得 有点可信度 那我气血没了 怎么再恢复 简单 李昊笑道 不是害你 其实是为了补偿你的 之前我让你帮忙 此次也当还债了 我会用时光长河冲刷你 受缘消耗一点 再次诞生新气血 你无未来 那就自己成为自己的未来 这样可行吗 大骊王看向李昊 带着一些警惕 有弊端吗 说了 受缘会消耗一些 一些是多少 不知道 看你什么时候 能彻底恢复 十年就是消耗十年 百年就是消耗百年 大骊王皱眉 又问道 那恢复后 就是我纯粹的 气血之力了 之前的弊端都没了 这样好像也不错 至于受缘 他还年轻 到了这个地步 活个十万年 没难度吧 消耗个百年又如何 好像 可行 之前的弊端 自然不会残留 那些问题 在时光面前 都不是问题 大骊王心中一松 点头 刚要说答应 忽然脸色微动 不对 之前的弊端没了 那除了受缘 后面还有其他问题吗 李昊想了想 半赏 点头 可能会被混沌雷霆劈一下 我 大骊王想骂你啊 去你的 李昊认真道 也是为了你好 你之前毕竟沾染了时光 被雷劈 也不是现在 是未来的事了 这也算为你解决后患 你被雷劈的 时间我都给你算好了 就在新门开启那一日 不开新门 不劈你 只要那一日 你能挡过去 一路无足 真的假的 他迅速思考 又觉得自己算计不过这家伙 有些头疼 到底是真是假 没其他问题了吗 没有了 大骊王纠结的不行 他其实真不怕 关键是 每一次 好像没赌到太大的好处 李昊这家伙 说得好听 可大多时候 都在给他画饼 这一次 李昊却是认真道 你现在是天王层次 再进一步很难 但是你气血纯粹了 加上现在天地晋升 你趁着这个机会 彻底晋升成功的那一日 你必能跨入天王巅峰 甚至半地 而新门一开 再拼你一次 度过危机 你最少也是个半地 或真价实的半地 运气好 趁机成地都有希望 去你的吧 大骊王不信 但是半地 有希望吧 他纠结一番 点头 好 可以 借你气血之力 你可别糊弄我 说到这 又不知道该如何威胁 糊弄了 自己还能对他如何吗 李昊笑了笑 不会的 他又看向女王 女王瞬间觉得不好 满眼的警惕 李昊却是笑容柔和 女王 你有本名吗 无 女王直接不说 李昊笑了笑 也不介意 之前 我借你银月之力化天意 也曾说过 必有回报 此次 我也赠你一场机缘 女王瞬间道 不用 我不需要 不 我李昊欠下的情 肯定要还 李昊一脸的毋庸置疑 开口道 此次 也是机会 你其实和大骊王一样 吞噬了太多外来之力 力量混杂 月神的力量 其实有些混杂不堪 女王宁重刀 李侯也合意 你体内 信仰之力也有不少 信仰之力 其实也杂乱不堪 甚至是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 乃至于更多人汇聚而成 又无混沌大道洗礼 其实很杂乱 李昊继续道 你的问题 其实也好解决 甚至不需要时光冲洗 只需要去混沌长河中一游 将这些杂志洗刷就行 李昊笑道 此次 我便给你这个机会 可以在红师叔执掌的 混沌长河中 遨游一次 这个机会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给外人的 女王迅速思考 问道 那我需要付出什么 我说了 是偿还之前的人情债 真的 不需要我做什么 女王思索一番 觉得若是只是如此 倒是可以试试 可李昊这人 说实话 太难让人放心了 大骊王付出了气血 他觉得还靠谱点 自己一点不付出 反而不靠谱 女王迅速道 那不行 之前本王只是借力一二 不算什么 混沌长河事关重要 本王也不愿欠人人情 你说点事情 本王能做的 可以帮你解决 女王太过客气了 李昊笑了 胆恰一声 既然如此 盛情难缺 我死后 我是说之前 银月无天意 女王吞噬银月之力 作为为义神 其实也是秉承天地 秉承天意而生 不出意外 女王如今暂时取代了 天意的位置 女王心中一惊 李昊又道 当然 无所谓的是 李昊笑呵呵道 女王要做的简单 等人复活之后 据银月天地之力 帮我注骨 注鸡 我死后 那些异散的天意 残缺的天意 都弄一些出来 你吸收得太杂乱了 送出一部分 给予复活之人 刚好银月天地要晋升 他们吸收一些 也好获得晋升的好处 女王沉默了一会 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说 李昊这人 什么都清楚 只是不说罢了 是的 自从李昊不再是天意 他吞噬了大量银月之力 成为了天地为一神 如今没天意诞生 其实他就算是 现在 李昊要他吐出来一部分 能拒绝吗 不能 这家伙 心里门清 敢拒绝 自己就要小心了 何况 银月天地要晋升了 一旦自己此刻反对 也许连晋升的好处都捞不到 我没意见 李昊点头 笑了 女王是大体 至于你屠杀数十万银月居民之事 女王脸色一变 他的那些信徒 都是神国之人 神国信徒 怎么成了银月居民了 当然 这么说也行 可实际上 对李昊只有好处 这些狂信徒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弊端 女王一口气给解决了 神国那边 狂信徒几乎死光了 这对于整个天心掌控世界 是有很大帮助的 可现在 李昊又道 此事复杂 我也不想多追究什么 只是 肆无忌惮 屠杀如此多普通人族 也是造念 神国已经被我天心拿下 若是不处置 也会寒了人心 就以破神为代价吧 世间再无神灵 我老是他们复活之日 便是我断绝神灵之日 李昊看向他 焚烧你体内一切信仰 映射天地 神灵绝世 没问题吧 女王脸色微动 半赏 点头 可以 问题不算太大 就一个坏处 以后 再难据信仰了 也是为你好 神灵没前途的 李昊笑了 女王必有更大的前途 信仰之力 少吸收为好 也算是我的一番心意 去你的吧 女王不说什么 心中暗骂 而其他人 都是一言不发 暗暗则舌 真狠 一出来 就把这两位王者 收拾得服服贴贴 关键是 一口一个为你好 听起来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是不是真的为他们好 谁知道呢 如此一来 血为天王血 骨为天地骨 这些人真复活了 也有更高的基础了 轻轻松松 李昊就将事情解决了大半 最后 又说了一句 十道虚道 分散两道 合一是必须合一的 合一才是完整之道 此话一出 钱无量变色了 但是很快压制了下来 李昊又道 钱无量掌虚道 也算是机缘所在 红师叔掌十道 也是机缘 让谁走 都不合适 李昊看了一眼两人 我思来想去 时光星辰这个大道之心 又被我取走 虚实两道合一的契机 又没了 真合一 也有弊端 他感慨一声 恰好 音乐要晋级了 虚道十道 两面宇宙 中间为星 以合为星 再次合一 便以银乐世界为星吧 什么意思啊 众人都是心中微动 李昊解释道 银乐世界晋级那一日 二位降临大道宇宙 以银乐为大道之心 也就是道为银乐 各掌一剑 却又通过银乐联系 将十道和虚道 通过这个点 连通起来 这下子 张安都忍不住了 如此一来 大道宇宙 还算合一吗 算 李昊点头 不但算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二位掌两道 万民修万道 十道也好 虚道也好 都在一个宇宙 虚道也融合 十道也融合 看万民之心 看推广之力 看民心所向 李昊一脸笑容 万民偏向十道 十道宇宙强 万民偏向虚道宇宙 虚道强 万民摒弃虚道 虚道负灭 十道昌盛 万民摒弃十道 十道负灭 虚道昌盛 二位 可能理解我的意思 钱无量脸色 那叫一个好看 有些崩溃的样子 纠结无比 也是无奈至极 侯爷 而今虚道 乃是精神一道专享 这个天地 都在修十道 有几个修虚道的 操 这么一来 我不是注定 给某人做嫁衣 这也太狠了 李昊却是摇头 严肃无比 错 十道 绝对不如虚道强 但是 需要你自己去努力 去推广 如何推广 神闻 是 这些是关键 以前 全民没有开制 只能修炼简单的十道 可如今 大家勉强算是开制了 对你而言 其实是机会 越是开制 越是能明白 十道粗比 以晋升五战为主 而虚道 才有修道之神 他看向钱无量 推广虚道 发扬虚道 万民强 你强 万民弱 你弱 越是难 越是收获大 你若是能成功将虚道化为世界主流 红师叔也只能给你提鞋了 红一堂笑了 点头 不错 虚道潜力巨大 这一点无庸置疑 钱无量却是无奈至极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啊 全民都只知十道修炼之法 虚道 虚无缥缈啊 还有 是的修炼 真不容易 可李浩有一点说对了 十道粗比 虚道玄妙 越是强者 其实越是喜欢钻研虚道 一个强者 能顶得上数万弱者 拉拢一批强者 去修虚道 比如霸刀这种人 一个顶许多 可他也知 这算是李浩给红一堂的一些偏袒 可不能说李浩做错了 自己若是真有能耐 其实是有机会翻盘的 毕竟比起红一堂 他差了一些 李浩能给这个机会 算是仁义了 换个人 你让出来 不让劈死你 钱无量想到这 忽然道 侯爷说 万民强 我们强 李浩好像知道他要说什么 点头 好好对待民众 银月天地晋升后 心门一开 我也许要出银月 你和红师叔 也许才是这银月的人亡人皇 修道修道 你长人心 非无情之道 其实好处很多 吉民所及 忧民所忧 时间长了 论计不论心 做个圣人 又何妨 虚伪也好 真心也罢 真虚伪道了 人人夸你 竟做好事了 谁还在乎你到底是不是真心 钱无量无言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 我必须要做一个好人 彻头彻尾的好人 是这意思吗 给万民打工 是这意思吧 然后 万民强 万民信任我 万民修虚道 我就无敌了 好像很简单 可是 又感觉难如登天啊 我可是个野心家 怎么 就这样了呢 一时间 忽然觉得 掌握虚道宇宙 真不见得是好事 石道的基础在这 虚道没啥基础 完全需要他去开荒啊 众人此刻 也是择舌 也觉得 钱无量挺惨的 哪怕听起来机会很多 可对于这些音乐武士而言 如此一来 岂不是一点不自由了 一点不随心所欲了 那算了吧 其实 钱无量掌握虚道 也挺好 多谢侯爷提醒 此刻 钱无量半忧半喜 还是复杂无比地道谢了一句 起码 虚道宇宙之主 还是我 就是多了不少累赘 李浩笑道 不用谢我 强也好 弱也好 最终取决于你自己 两道宇宙 以音乐为交汇点 也能让音乐更加强大起来 张安此刻却是又问了一句 那岂不是要出音乐才行 李浩摇头 那倒不用 那份就行 以后 大道宇宙扩张了 可以随时扩张 目前来说 出音乐范围 不见得是好事 说吧 看向张安 新门会开 他知道张安考虑什么 给了一颗定心丸 又道 前提是 开新门 咱们还有机会出去 若是红月与昼帝尊赌门 或者混沌雷杰 直接无限批下 咱们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好吧 也是这个道理 说到这 李浩手中 一抹剑意浮现 随手扔向九十掌 这是李道宏被批死之后 我留下的一点建议 他毕竟是你兄长 李家传人而今也只有你了 九十掌收下吧 九十掌脸色复杂 接过建议 心中微微一宁 好强 环顾一圈 李浩看向人群后方 几乎不怎么说话的道剑 开口道 道剑 不用有太多的负担 你是这个时代 天赋最强的一群人之一 李道衡利用你 反而是你的机会 否则 你很难追上其他人 姚思部长若是此次能复活 大概也很希望 能看到你的进步 新门附近有一座小院 你可以去感悟一二 那里 来是昔日建尊居所 更是人王亲自提子之地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多谢侯爷 道剑也略显复杂 硬成了一句 李浩 没有追究他 也没细查他 若非李浩当时阻止 也许他提升的那一刻 就被斩杀了 李浩不再说这些 起身 露出笑容 好了 暂时就这些 全民准备 准备复活我师父他们 此次若是成功 我定当重谢天下 人人不会亏 众人纷纷领命 这一刻 都有些唏嘘 也就李浩在这 才能如此一致 提出任何想法 都无一人有意见 而李浩 也没多留 瞬间消失不见 至于去了呢 也无人知晓 我费人的真心 和苹